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Porkshoot 3 框架和这个Pork Google验证 这两块内容 我们看一下时间够不够 够不够把这个11讲完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Porkshoot 3 它是在1的什么 版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改进 那首先有几个问题 首先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 Poc 对吧 简称Pork Pork 我们中文翻译过来 是不是叫做什么 概念 叫什么 概念认证 对吧 概念认证 好 Poc的话呢 它是一段 概念 你把 回答是什么 Poc呢 它是用来 用来验证 注意 它不是用来攻击的 也不是用来利用的 而是什么 用来验证 我们这个漏洞 是否存在的一段代码 这种Poc代码 Poc 这个是它的定义 再搞清楚 什么是Poc 我们叫概念认证 或者说漏洞认证 验证 那我们昨天 应该是写过一个 叫什么 写过一个 命令执行的漏洞的一个 验证 或者利用脚本吧 其实我们那个还不算验证脚本 因为验证的话 我们写的代码呢 是要 就是你可以 比如说 拿昨天的那个命令 昨天的脚本拿出来 给你看一下 叫command injection 看这里 那像如果是Poc代码的话 它不会 获取一些什么 不会做实质性的攻击 它只是会验证一下 你这个代码的 就是漏洞的一个有效性 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验证呢 一般是 比如说我们把payload 对吧 或者说把我们的验证过程写好 写好之后 写好之后呢 就这里 这里就不需要用用户输入了 就直接比如说我们payload 是一个什么命令 是一个ID的命令 或者说是一个 能够有固定输出的一个命令 比如说ID或者 当ID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当前是什么用户 或者说是一些 比如说你输出一个文件 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文件 的内容存不存在的人 那这也是一种验证方式 我们通过重叠项的方式 比如说echo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echo一个 123 然后输出到一个 1.tst的文件 1.tst的文件 这是不是就是一条命令 这个命令 如果可以被执行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当我们 当我们重新用什么 用这种request 请求去请求 通过get 请求去请求这个页面的什么 1.tst的时候 是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的 然后呢我们就判断一下什么 我们的123是否在我们请求的内容里面 对吧 如果请求的话 如果在的话 那就说明了 我们这个命令是能够正常执行 对吧 所以一般命令 就是说 如果验证的思想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pog脚本呢 一般是这么写的 所以它并没有做实际性的攻击 但我们也可以把pog和exp脚本呢 放写在一起 实际上 如果你想做 做两者的结合脚本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exp的 就是把这个payload写什么 写完整一点 或者说你允许用户自己去 写payload 对吧 写命令 或者说直接什么 直接去写一个反弹效的脚本 就开一个反弹效 所以这是我们的pog 那pogshoot 我们今天要讲的pogshoot呢 它又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讲的是3 它是一个pogshoot3 嗯pogshoot3 是 嗯 知道 知道创语 这个公司应该听过吧 比较 比较 出名的 然后实验室 404实验室 打造的一个呢 一个远程漏洞 验证测试框架 嗯 对吧 然后它是知道创语维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因为验呃 验证功能呢 是我们去对漏洞进行利用的一个基础 基石 对吧 我们是要验证有没有这个漏洞 嗯 好 那那那假如说我们我们之前讲过啊 漏洞 刚才讲过啊 就漏洞验证 我们可以直接写一个脚本来实现 那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一个框架呢 好 类似的框架是不是我们接触过的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MSF 还记得吗 是不是也是一个深度测试框架 MSF 那这个Porkshoot呢 它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面去借鉴了MSF这种 嗯 框架的一个结构 或者一些用一些什么用法 所以你可以 呃 到时候在用的时候啊 就说你会发现呢 它的嗯 操作逻辑呢 和MSF 都是类似的啊 所以学习起来没有什么难度 那为什么 呃 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 用这个框架呢 就是 为什么写脚本 就可以直接去验证了 为什么还要有框架呢 首先我们的漏洞 对吧 互联网上面的呢 各种漏洞层出不穷 老的新的 对吧 都有很多 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 那你写你的漏洞验证教本 我写我的漏洞验证教本 对吧 而且不 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方式 也没有统一的什么 一个标准 所以呢 呃 框架的话呢 可以什么 可以去 就帮助我们去对 这种 偷用性啊 就考虑到什么 这种漏洞验证的 脚本的偷用性 我们可以 还要考虑到什么 批量化 多线程 对吧 等等 所以 呃 我们需要什么 就是就是poc的人 他写的 如果你写的多的话呢 呃 没有这种规范的话呢 你就很 很麻烦 对吧 用这个 就很混乱啊 就是乱 这种一个字 所以框架啊 就是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我们写这个框架 就说 有这个框架之后呢 我们可以实现批量化呢 批量化管理 啊 和这种 线程 多线程 还有什么 输出报告等等 其他的功能 啊 这样我们就是嘛 可以把重心呢 放在 写hawk 代码 他不需要考虑什么现成的问题 对吧 对 那单 写一个框架也 不是什么 简单的事情啊 不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结合什么 一些其他的 已经 现存的一些框架 来参考 对吧 比如说 嗯 那很大程度上 借鉴呢 这种msf 或者circle map 对吧 我们这些学的 嗯 还有其他的已经存在的框架 还有其他的已经存在的框架 然后再看一下他的你再看一下他的使用啊 使用啊 使用 嗯 boxsheet他有两种安装方式啊 安装有两种 第一种是 嗯 pip 安装 第二种是 圆码 圆码安装 也就是圆码边议安装 嗯 推荐的话呢 但还是推荐圆码边议安装的 但是他 装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 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要边议安装 嗯 需要你用 嗯 需要 安装 提前安装好他的依赖 嗯 pip安装呢 甚至方便 嗯 嗯 嗯 实际的工作中呢 会推荐啊 但是这两个其实 嗯 版本的差距不是很大 啊 所以 嗯 用pip的话呢 会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这里我们直接 所以直接用pip就可以 直接pip install 如果我们用了conda环境的话 记得什么 conda act activate 然后 家里的 env name 家里的环境名 然后激活之后呢 再install 嗯 puxuit 直接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好 安装好之后 他的使用啊 那我现在这里 你现在打开我 我的 我的这个puxuit呢 直接在我自己给你安装 你们的话 建议啊 建议你可以在开里里面装 对吧 你把conda环境一切 然后再开里里面装 或者呢 你在 其实在windows 其实也可以装 对吧 因为你windows里也装了 拍conda嘛 也装 你也可以装 啊 就是 这个在那里装 没有 没有 没有一定的 没有限制啊 你想这样的 你装就可以 装好之后啊 那这里我没有切换conda环境 我用conda activit 我切换一下 我们一直用的djr 所以我们直接用djr 清空一下 现在是djr 这个conda环境 虚拟环境 然后pub install puxuit 3 好 提示我已经安装了啊 到里面的话就 直接开始安装 装好之后 嗯 puxuit呢 它有两种 使用方法 一种是mini 两种模式的用法吧 一种是 嗯 两种模式啊 一种是 cri 模式 一种是什么 嗯 叫interactive 模式 cris 模式呢 叫mini 模式啊 interactive 模式呢 叫什么 叫交互模式 也就是类似于msf那种 对吧 可以 与 与这个 程序进行交互的这种模式 那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呃 现在验证一下我们这个puxuit 有没有安装好 那我们使用这个mini 首先 这个conda环境器的切啊 不切的话 你这个mini 嗯 应该是敲不了的 那我们敲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版本呢 是1.9.1 这个版本应该不算低吧 你可以去啊 这是它的官网 可以看一下pux.org 然后它现在是报一个错啊 他说 嗯 因为我们我们没有指定 嗯 这个poc文件 poc文件 poc脚本 所以这里 它报错 然后直接关闭了 嗯 当我们用这个呢 一般用来测试 你这个puxuit 有没有装好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h呢 去获得它的帮助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帮助啊 它帮助这里啊 首先 呃 一些选项和参数 比如说更新查看版本 获得帮助 然后 这个是显示的级别啊 内容的显示级别 就是级别又高 显示的内容更多 那target呢 是 目标 目标啊 这个目标 我们至少选一个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多个 比如说呃 这里 url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的url 就是我们要对哪一个 站点 对吧 进行 嗯 哪一个url做验证 哪个页面 做验证 这个url呢 也可以写到一个文件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文件里面 嗯 每一行写一个url 比如说这个里有一个例子嘛 每一行写一个url 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然后我们用-f呢 去加的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它叫什么 那下一个选项就是指定我们的poc文件 从poc文件里面啊 指定poc文件 呃-c是指定配置文件 一个ini格式的配置文件 也就是pocshift的配置文件 这个我们先不用管它 那-r和-k都是什么 指定poc 然后-k的话呢 是以关键字来过滤我们的poc 比如说ecshop 对吧 ecshop是一个 嗯 商务啊 电子商务网站的 电商网站的一个 模板吧 一个平台 啊-r 这个呢 是指定本地文件 或者远程的文件 或者远程的文件 从cbug website cbug也是知道创语的 一个站 一个 嗯 安全站点吧 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去逛广 所以我们可以-r 去加载本地的文件 那这个poc文件在什么地方呢 呃 你们可以 具体在什么位置啊 如果我们用的是conda环境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一找 对啊如果你是windows的话 可以全盘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 这个名字叫pocsuit就行了 我说我我我现在要找的话 因为我是unit系统 我就用fand去找 嗯pocsuit 我就找这关键字 因为我们要找poc文件啊 所以去加起来这个poc文件 poc脚本 好那下面呢 这里是三个模式啊 三个模式就是pocsuit 运行模式选项 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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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模式啊 这个模式是moreland的模式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 就是用moreland验证模式 就是我们只是用来做验证 那第二个模式attack呢 是攻击 刚刚attack是运行poc呢 以攻击模式来运行 所以我们的poc脚本呢 其实这个poc脚本里面呢 它有不同模式的操作 对吧 就是你的模式不同 它的功能也不同 所以这就是我们写 就是框架的好处 对吧 就是我们只要规定好这个框架 那我们写poc就按照这个框架来写 然后每个框架你都可以定义 去验证叫验证功能 攻击功能和什么 效模块啊 效模块是用来做反弹效的 用来实现这种反弹效的 所以三种模式啊 我们可以指定 然后request 看这个功能用来请求 用来发起一个hp请求 用来在请求的时候 比如说我带cookie 然后指定host 指定prefer对吧 指定useragent 指定proxy 指定超时时间等等 指定从事时间 延迟时间 指定我们的头部字段 对吧 那头部字段的格式是 键冒号空格值 然后再换行键 第二个键 冒号空格值 以此类推 然后下一个什么选项呢 是account 而account这个选项呢 它是可以根据什么 它是可以去登录到 telnet404 也就是指导创语的那个账号 就是我们可以用它的 嗯 叫什么中奎之眼 对吧 Zunei 它的 API 去搜索 搜索内容 所以这里可以直接电网 如果你买了它的会员的话 你可以 获取到一些 更详细的信息啊 比如说密关信息啊等等 对不对 所以这里可以做登录 当然你第一次 如果你用 你想用中奎之眼去 搜索内容的话 你 你就需要 你也需要什么 登录啊 就是它会弹一个框 让你输账号密 撒蛋 撒蛋的token 如果你有撒蛋token 也可以用 撒蛋的话 好像是用不了了 forfar 对吧 就是我们之前 信息收集的一些工具 这个是账号的管理 就是可以通过不同的选项 去登录不同的账号 这个是账号的管理 模块 模块 模块的话 这里有刚刚dock 呃 直接刚刚dock的话呢 去搜索 什么 嗯 以通过中奎之眼 嗯 给定什么 给定这个doc 以中奎之眼的 去中奎之眼这个站点呢 去搜索内容 是这个引擎里面搜索内容 以这个引擎里面 但还有其他的 嗯 撒蛋啊 forfar啊 对吧 click这些 嗯 如果指定 直接指定的话 应该是默认是以中奎之眼 这两个选项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这种按 所以比如说我想在这里搜什么ec shop啊 这种关键字的话 我可以直接在这里写ec shop 啊 都是可以的 然后下面 后面还有一些优化的选项 嗯 后面一些还有自定义的一些选项 就是pock自定义的一些选项 嗯 嗯 看一下这里 找了很多东西 找到很多文件 我们来找一下 嗯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嗯 这里面很多文件都是 权限被拒绝的 先不管它 看一下 找一下能够正常 显示的 文件 嗯 找一下 这样 嗯 这个不是啊 这个是他的 可是是文件啊 这个不是 嗯 嗯 这样子吧 我们去直接找一个文件 找一些 c c c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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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看一下这里面有pox有模块有需要code有插件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找不要一个找 这个更快 找到这个路径 然后进入这个路径 因为pox这里面包含我们的楼栋验证脚本 但它的楼栋验证脚本其实也不多 对吧 这里就那么几个 十多个吧 比如这里有ftp的爆破 还有easyshop的远程命令执行 Syncplp的远程命令执行 Telanet的爆破 SHA的爆破 对吧 Vedis的卫兽群访问给load印证 这些人都可以 都可以去用 来看一下怎么用 首先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目录上面 在这个目录面 然后呢我们用 我用popsuit -r还记得吗 -r指定我们的pok吧 poks 比如说我去找easy什么 easy ok 是 poks easy shop 我指定我的那个验证脚本呢 为easy poks easy shop 就是一个电商平台的一个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我想调用这个验证脚本 然后呢我们使用刚刚buck 关键字呢是easy shop 对吧 我们通过这道创语的引擎去搜索 内容 然后可以指定线程 suries 线程数 比如说五个线程 然后回车 当然第一次灯 第一次连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输账号密码 这里我已经输过了 所以它会结构下来 不用我们重新输 让它会去对找到的目标 你跟easy shop相关的这些目标呢 去调用这个 pok脚本去验证这个 这目标有没有这个漏洞 然后最后会有一张表格 对吧 可以看到 有一个有一个站顶 有一个站顶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使用框架的好处 对吧 就是说我们写好脚本之后 然后它的每一个脚本 每一种脚本呢 比如说这种 Lobot Ngin脚本 它都有特定的格式 比如我们去看看一下 poks 那叫什么 ac shop ok 看这里 比如说这里 它的类已经帮你定义好了 就是它的框架已经帮你打好了 然后你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呢 可以直接用它的框架呢 来去写这种pok脚本 然后按照它的标准来写 写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在这里面直接去调用 所以这是标准化的好处 接下来我们来自己来搭一点 因为我如果用线上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是不是找到 刚才的内容看不到 被我刷掉了 再扫一下 这个模式的脚本 用的话呢 就这么用 1-r 指定什么 指定 我们的 验证脚本 的路径 然后 再-u 但现在没有什么 现在我们是目标呢 是通过 刚刚 dock 我们现在是搜索对吧 它处在搜索阶段 -slevis 这是一种用法 一种用法 如果我们找到这个目标之后 比如这里找到这个目标之后 那又该怎么去做呢 pocsuit 也是调用这个脚本 pocs pcshop 然后再-u 指定 url 指定目标的url 我们最好前面交通hp 补充完整 hp帽 形状形状 然后呢 再- 直接回车 因为直接回车的话 默认了 我们的模式呢 是verify 就是认证模式 就是它只是用来认证 看一下 它的状态是success 说明这个站点的存在 这个-u 一些效果的漏洞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 可以换成attack模式 攻击模式 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输出的 对吧 输出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 简单的来看一下它这个脚本 当然 如果 呃 就这里我没有写 就是说没有 让你们 或者说没有带你们重新去写这个脚本 实际上 这里 我们去它的github站点 看一下 这里有 它的使用 然后它官网的话我看看 官网的话也有用法 比如说这里使用这里啊 有一个 嗯 主要是看这里 就如果你想 你想自己去开发这个基于pogshoot3 去开发pog或者a xp脚本的话 要看这个位置 要看这个位置 这里面呢定义了嘛 它的编写规范 也插件 你想写插件 插件的编写规范 toc pog的编写规范 就这边pog的编写规范 然后你们自己看 然后它说是以pogshoot3 嗯 为 就是 版本是pogshoot3 对 用pogshoot2 这里 就是基本结构是这样 嗯 导入导入对吧 然后 创建的类呢 是基于这个pog base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 easyshop的这个脚本也是一样的 它的 结构呢 也是按照这个结构去写 然后需要填写这个pog的信息 对吧 pog的信息 作者 版本 漏洞ID 那sipbug里面漏洞的收入ID 所以它这个暂点的是文字 然后example 按例 用来做测试的 编写的样式 如果是验证模式的话 怎么怎么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攻击模式 我们创建的是这一类里面的方法 对吧 attacked 或者welfi 还有一个sword模式 一次类推 然后按 就是说如果你想 自己去写的话 按照这个格式去写就行 上面应该是有一个 完整的例子 然后有些编写的注意事项 这个 这个您可以尝试的去写一下 写一个出来 按照 就是根据它的案例吧 比如这里其实就是一个easyshop的案例 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里面验证模式的话 实际上它用的应该是一个tapin4的函数 tapin4的函数 这里 比如说他看这个位置 他就说如果 你的状态码 对吧 如果我们响应的 我们对这个UIL响应的状态码是200 并且 并且它里面有这个title 它内容里面有这个title标签 标title标签里面是papin4 那我们就把结果return 对吧 return 那说明是access的 然后在输出里面 我们怎么输出 这是供 如果是供期模式的话 我们用的是 其实用的是 调用的是验证 调用的是验证 因为这个验证和这个攻击是放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验证这里 我们的payload应该是可以自己改的 它是通过一个参数去改 可以通过一个command的参数去改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 我们直接去看这个里面的那个脚本吧 用vi打个打 papox pops p opm pcs pcs 然后这里看一下这个描述 在供期模式我们可以通过command的参数来指定任意的命名 在这里 command 的参数 指定任意的命名 那这个其实和刚才那个还不一样 刚才和官方的那个例子 这个当然更详细一些 比如这里啊 就是获取的 在 attack 模式上 获取我们的 command 参数的值 对吧 然后获取值 然后就 调用 调用这个 exploit 传这个 cmd 进去 然后去输出 然后再把这个输出来 然后默认的这个 cmd 等于 who mi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传的话 可以自己改任何的值 改任何的命令 所以在工具模式 我们用的话呢 这个输出是 who mi 的输出 就这里啊 是 who mi 的输出 也就是当前的用户 它是 http 如果我们想要改命令 想要指定我要用什么命令 我们可以杠杠 command 杠杠 command 比如说我想查看它的 etc pass update 这个文件 是一个长的命令 所以我们要用引起来 是什么 你看一下 是不是直接拿到了它的 就是它的 pass w 这个文件内容 这是这个是我在网上随便找了 让我们也可以进去看一下 应该这种站点应该是 没什么用的吧 应该不是正常的啊 这是一个演示站点 所以没有再用啊 没有再使用 所以 你们可以拿它来做测试 对吧 这个你们可以记一下 如果你到处扫不到的话 用这个也可以 那还有一个模式呢 叫什么叫 show show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show模式怎么用 好 我们现在进入show模式 然后选择我们本地的地址 嗯 0是 默认是0 0是我们的 5线网卡的地址 这些是我们都 这些地址都是我们本地的地址 我们可以选择0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呢 有没有呢 我们help一下 可以看一下 list 可以显示我们已经建立的 这个反弹哨的链接 想一想 这里可以做反弹哨吗 可以建立反弹哨吗 尽管它有这个漏洞 对吧 很明显它是有这个漏洞的 能够建立反弹哨吗 动用你们的网络知识 给我解释一下 可不可以 嗯 嗯 解释一下 好 解释一下 好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graves 解释一下 嗯?有人知道吗? 这里为什么看不到这个远程的 就是已经建立的连接呢?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吗?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嗯嗯 灌桥 看吗? 看吗? 不会啊? 文峰呢? 应该会吧?应该了解 建立不了 为什么建立不了? 我知道建立不了 为什么建立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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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因为我们的主机在内网 你想一想反弹需要的原理是什么 没错 就是你的主机在内网 是对面呢 对面连到你这个地址的 你这个199.125的地址的6666端口 对面跟你这个什么 端口建立连接 那对面能够什么 目标能够访问到你这个地址吗 你这个地址 对吧 其实它防不了的 对面是主动跟你建立的 我们为什么要反弹刷 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正向连接的话 直接连过去的话 对面有防弱墙 但是对面就目标从里面出去的时候 它不受防弱墙的限制 出去的流量没有 就不会被防弱墙顾虑掉 不会被拒绝 那我们反弱它的流量 可能会被什么 WAF或者防弱墙给到你 阻止掉 所以这样连的话呢 是连不上来的 对这个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想要做这个实验 我们想要做这个实验的话呢 我用内网的一台主机啊 给你们做一下 然后 我用那个 Volahub Volahub 里面的 它有ECS的打击 融气 融气环境 我直接用那个融气环境 给你们去打一下这个实验 呃 叫什么 Volahub Volahub 有一个限制-2017-02的 后面这个 Docker-compose Docker-compose-up-d 看一下它的端口 端口在 有两个 一个是8080 一个是8081 我们看一个去 因为它这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个是2.7 一个3.6 这两个版本 2和3 实际上都有 都有这种远程代码 进行漏断 只不过它的那个 Pocker-compose-up 不一样 就是验证的配漏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这个8081 8080 8080 去 80 我需要找 这个可以直接用 127.0.0.1 对 8080 这里要做一个安装 把这个eShop环境给配好 下一个 数据库的话 这里不能用MySQL 不能用LowCost 因为这里要填 那个数据库的那个 镜像的主机名字 这个可以通过主机名 去找到那个数据库的 镜像 容器 所以这里行 MySQL就行 密码 我们写 密码是root 数据库名 比如说我们 其名字叫 eShop27 可以在eO的数据库里面搜 这里不用创建 它自己会创建 管理员姓名 我们自己去创建管理员的张密码 这个密码 它对密码有一定的要求 随便写一个邮箱 密码有大写小写还有字母 对不对 数字字母都要有 其他的我们都不用了 直接去安装 然后 然后eShop首页 就这个圆名 我刚才看到圆名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用hawk 我们先来检测一下这个 验证一下这个漏洞 存不存在 嗯 看一下 找一下之前的一条命令 48 4894 进入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进入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然后 然后 解决什么 u hddp 猫号随便 随便 不少来的 嗯 127.0.0.1 的 888080 好 验证一下 就关了 谁冲 嗯 抗打环境没有 激活 抗打环境没有 测试一下 嗯 状态是success的 那说明这个漏洞存在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下attack 攻击 可以得到一个输出 这里有3w-data 有输出 那同时我们可以指定 我们想要的命令 比如说我想去 嗯 输出一个id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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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输出 我输出一个uptime 你的uptime 命令 这个是对面的那个uptime 也就是它的 面显时间和平均复杂 好 还有什么 好 这下来我们主要测一下这个show 加了两个 看不影响 然后我们选个0 这里器器已经看到了 New connection established 从 嗯 要这个 已经 就我们已经建立了银件 然后等 等待一下 这里应该是可以可以用的 虽然它报这么多错 但是用成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这里就是我们现在进入这个show show模式 然后我们可以help一下看一下能够在这个模式上面执行什么命令 嗯 这里有一个list 可以列出我们当前 当前已经建立了银件 啊 我列出之后可以看到有一个0 然后我们可以用select 0 去选择这个银件 等于说我们现在又连上它的show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执行命令 对吧 这个反正show就成功了 嗯 嗯 这个是可以用的 q推出 嗯 就是我们这个mini模式 这几条命令 这个tech我就不行了 这是一条 三种模式 还有一个是 tack 嗯 杠杠 com man cat 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一条命令对吧 加一条什么uptang 指定我我想要指示那个mini 我那个指定什么mini就可以了 嗯 这是cri模式啊 交互模式的操作呢 其实和msf的逻辑是一样的 类似的 做个命令 试一下pock 是 嗯 进入 进入这个模式呢 是通过 pock-console 进入 这个交互模式 通过这个命令啊 进入交互模式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是交互模式 看一下这个是交互模式 那他他这里提示加载了pock16个pock 比如说我们的验证交本 现在只有16个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嗯 那在这个交互模式能够进行的mini 可以通过help去看一下 嗯 不多啊 比如说这里有list 可以列出所有可用的pock 对吧 比如说我们刚才用的acshop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11acshop-rce 那这里面还有很多 嗯 CMPIP的 还有什么redis的 对吧 还有人间上传漏洞的面键交本 啊 等等 那比如说我想使用 呃 想要调用这个 这个 脚本 那就是use 然后可以去攻击 也可以攻击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定义一下一些选项啊 show options 可以查看一下这个模块的选项有哪些 因为这里lhost 是没有的 这个是用来做financial的 本地的主机名 嗯 本地的ip没有指定 嗯 这个目标 也没有指定 对吧 因为我们如果目标的选项 这里目标没有指定 呃指定选项的话 就set target 对吧 比如说fdb 折扣折扣 10. 嗯 然后7.0.1. 8080 嗯 写错了 写错 target 这样的设定 那就可以了 其他的 其他的用法呢 嗯 这一看 比如说我们要check 我们要验证的话 就执行check 我们要攻击的话呢 执行attacked 我们要 要获得show的话 exploit 对吧 那这里有show info show option show off 去查看这些信息 还有set 嗯 option的名字值 或者全 就是全局的名字值 或者回去 或者run 其实和msf的用法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pokesuit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如果你们有 就是说你们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话呢 可以自己写一下 写一个 验证脚本 按照他的参考 比如说参考这个easyshow本 或者称 根据他的官方的这个文档 对啊 官方的这个手册 就是很想写啊 就是 那你python基础 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是可以看得懂 好吧 嗯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钟嘛 嗯 我们八点二十 继续上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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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